過去我們說 台灣的總統參選人 都要去美國面試 但在台灣 你要先給媽祖面試一下才行 所以昨天 大家都到了 對 幾乎是所有 有意參選總統的人 幾乎全部都到了 但是他們也很厲害 每一個都可以錯開來 彼此不畏王建王 比如說朱立倫 他隨媽祖繞境 走到嘉義新港奉天宮 五天四夜 他昨天當然先到場 展現他的誠心 要陪著一起走五天四夜 王軍民院長也到了現場 他還特別講了一句 讓人非常萬味的話 他說34年前立委選舉的時候 大甲媽有請人轉告我 千萬不要沒有被提名就不選 這是代表是說 就算這次總統沒被提名 我還是要選嗎 他講的是34年前 對 他講的是34年前 但是在這個時候講出來 是不是有這個含義說 我會聽從大甲媽的指示 參選到底 當然人氣最旺的還是韓國瑜 他不過從坐車走到 鄭蘭宮參鄉 其實就是短短幾十公尺 一百公尺的距離 結果大批民眾包圍在那邊 幾乎是動彈不得 韓國瑜其實走到一半 他其實看起來 有人說他看起來 臉色還有點疲倦 然後他也說其實腳很痠 但是心情是很愉快 因為我想被這麼多民眾出擁 那個心情通常都會滿愉快的 而且現場是 總統好選總統之聲是不絕於耳 他不是規定只能喊三聲嗎 是 那是後來他說 大家才喊太多了 然後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那下午三點的時候也去了 然後也說看到這麼多人 感受到媽祖無私奉獻的精神 然後讓社會越來越和諧 那他也講了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話 然後賴清德院長呢 他雖然人在台中 但他刻意比蔡總統 晚兩個小時才到 這樣就不用提前參賴會了 外的話直接在 媽祖面前直接講一下也不錯 那就直接避開了這個東西 那還有一個人 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也到 照理來說 他本來應該會跟賴清德同時抵達 但是他就變成遲到了 就變成賴清德前腳一走 那柯文哲後腳就到了 而且柯文哲還特別登了一張照片 結果他一個很落寞的坐在地上 然後這樣的一個光影這樣拍過去 好像就是一副他很虔誠 那他並不是為政治而來的 但是大家要認為 你不是為政治而來的話 你為什麼而來 因為他已經四年沒有來了 然後呢 當然 後來韓國瑜又轉到南投的 三選宮去參加一個法會 那當場也是非常多人叫他選總統 就他說選總統喊兩三聲 爽一下就好了 不要繼續喊下去 那其實我們圖上還有一位 也到現場 但是我們圖沒有把它放進去 就是我們吳登義主席其實也到 這代表吳登義主席 所以是搞擠放不進去嗎 對 搞擠了 那沒有辦法 版面就這麼大 那吳登義主席表示 他還在這個總統參選列車上 他還沒有下車 所以他是有報到的 有面試的 叫大家不要忘了 所以未來到底 誰會當台灣2020的總統 那是不是又要由媽祖先選出來再說 這個行的鄰 只要課媽祖是沒辦法當選 媽祖有幫你保庇 就要有鄰棄了 所以人家說有燒香有保庇 有這裡有走去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頂南宮 因為這裡就是最有鄰棄的地方 那麼未來七八里裡面 甚至後來有人要走 你看看韓國瑜到現場 在現場的時候 你看蔡總統在那裡人說 蔡總統來的時候 這群眾比較有整棄 就能這樣開一條路 讓他這樣 大家很有禮貌的讓出一條道路 讓他走進去 其實這是這樣 因為國家的元首 他有這個國安的維安 所以維安的人會比較多 所以必須先開一條路 這是為了我們國家元首的標準規格 所以你們不能五歲 不是說這樣就表示 割英文的任期壞 不是 因為他是維安的人先開路 所以那些人沒辦法含我來 但你比到其他人就對了 韓國瑜到現場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 就只靠電話說 兩次我有看到韓國的 你知不知道 我說你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 他說我真的有看到韓國的 我說你站在那裡 他差不多兩韓國瑜 差不多兩三百公斤 這樣就看到了 這樣就標示有看到了 人在發就對了 很多人在發 我就在那裡 有去感染的庶民就是這樣 人家我站在那裡看到韓國的 我說你有看到韓國的沒有 你有看到沒有 有啦 就讓大家都在發 我說韓國瑜要不來 韓國瑜要不來 人家就在發 有車進來就發 有車進來就發 有車進來就都動作是他來了 結果開門下車 人過票 不是 你也開門下車 吃兩回不是 是這樣的 大家現在知道他要來 那邊有車進來就動作那台韓國的 我在台南那時候也這樣 但是到他真的撈車的時候 那個小的聽到就對了 那種的叫我們說小雙骨 馬英九那時候也很小 但坦白說 兩個是都在頂方做結 但當時十幾年前 沒有現在忙碌這麼方便 所以當時十幾年前 見到了馬英九會笑 握到了馬英九會叫 看到了馬英九會跳 就說這樣就看到他 看到他 看到馬英九就笑就對了 現場的人 無分男女漏油 無分老的年輕人 看到韓國的大家鬧鬧 發了就對了 那不是只有發川總統而已 因為為什麼 大家不知道要發什麼 有人開口發川總統 大家就對於發川總統 所以旁邊 其他的人 邊邊這樣回去 這樣說比較不好意思 其他的人就對了 回去他們家看電視 看新聞在報的時候 為什麼在那時候 沒有人給我發川總統 為什麼只有韓國瑜在現場的時候 那麼多人 所以現場只有他得到選總統好 選總統的呼聲 還有誰 網友講說他也有聽到 網友講說他也有聽到 對 還有嗎 不是 還有聽到嗎 不然還說他有說 他會這樣 不然他會想起 好 阿公 我開捨一下 因為有的觀眾比較遠 騎著看 沒有看到民 你說看到就對了 不是 沒有看到民 看著頭而已 一樣 沒有頭的意思 看著頭而已 當作韓國的 所以看到民就不一樣 所以人家在發川總統 坦白說 這張在發川總統 是在發韓國的 我們說八 我現在又有 每個人都錯開很多時間了 那都拿行的支持者 我要幫你們報告 那都不是拿行的支持者 你再把六關島拿去看 六關島所經過的政策就對了 我幫你們報告 絕對不是拿行的搬到 所以那些人都不是拿行的支持者 那些人是來自反乎走出 來自當參賣菜 來自欠盛的媽祖的信徒 如果為什麼在那裡 他們去感染到那個氣氛就對了 你也可以說觀眾是沒目的 但是那個氣氛不是 其他人來就沒這樣感染了 就獨自韓國瑜下車之後 後面鬧鬧鬧鬧鬧 就有這種氣氛了 所以你要說這媽祖是不是有交代 媽祖有感染嘛 媽祖有交代嘛 所以你現場 那種氣氛 你聯合人你就撞不住 只要你有新風機境就對了 你如果沒有現場 你沒辦法去體會說 那種的烈情 跟發出來的聲音就對了 是貫賊動聲 貫賊動聲 為什麼不一樣的人 會發出一樣的聲音 去叫一個政治名稱也好 韓國瑜也好 去叫他來選總統 所以跟我們說 還有很多人 包括高雄反正 還有一半的人 沒有同意他出來選 但是你到他公開的聯合一個中所 你的感受絕對不是這樣 你的感受說很多人叫他選 所以這個人在現場就對了 雖然很多人都要選 雖然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改選 而且這個藍黨署長實在很厲害 每一個人 跟他請求就請求 跟他請媽祖就請媽祖 跟他點票就點票 跟他氣泡就氣泡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角色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一票而已 最後要選票給什麼人 這比較是關鍵 所以我認為說前一陣子 台下已經看出國民黨差不多只要點他一準 又單一十八盒回來 他這個混混了之後 如果是繼續下去 小弟沒辦法 因為我接受到民意的苦洞 如果沒有人要連署我就出來選 我跟你們說八 你要跳出來連署 當然 因為我也是當代表 我認為說不能在這個時候沒必要去上來 你們要連署徵召韓國瑜嗎 沒有必要去上來參選的黨籍 以及黨主席 因為為了個別一些想法不一樣 拿出言論的 透過扣大的選項 都會做成對韓國如常來選擇的上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大家儘管疾病 那麼切雜中相會看怎麼決定 如果韓國瑜十八 美國回來就可以啟動 我說過 當代表台會就是國民黨最高的權力機構 如果沒有人反對 就拿出來選就好了 選了如果是王議長過半 當然就是表示大家要支持他 這樣將來你們要調韓國出來 將來是不是在當代表台會 也是不會過半的不是這樣 如果我選了是誰 徵召平秀琳的時候 過半的 所以將來當代表台會 既然最好是出位當代表台會 要通過總統好選人 很簡單 現在就讓董代表去連署就好了 如果連署是絕大得所 我看到大家心無限量 你們黨代表有多少人 兩千幾個 兩千幾個 所以兩千幾個開始行連署 徵召韓國瑜 還是超過一半以上 應該要超過三分之一 那叫做壓倒性的 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國民黨黨主席 只好趕快啟動徵召 就先無限量 不用再扣入白 主委 主委就是韓國旅行比較急 你們開始比賽 很簡單 我看這個媽祖指數怎麼分析 剛剛霞哥在講 為什麼趕快補充一下說王院長 也有 因為他自己講的 來 大家看一下 王清明講說他這次去以後 我先看一下又舊圖比圖 因為王院長我們這裡有一張 他也有跟大家揮手 但是真的 就是這一次的 不管是怎麼樣的藍綠政治任務 到大甲正南宮去 這個繞進的過程當中 往年其實基本上分庭抗禮 不會有一個人特別多 通常藍綠會有一個人特別多 也就是藍綠的總統 或者是總統參選人級的 這兩個人拔尖 但這一次是打破藍綠 就是韓國瑜他一個人獨走 其他的人到現場 進場的時間也好 被包圍的時間也好 還有私底下去問 那些攝影記者大哥們 那種激烈程度 我根本已經快要 我都快要抽筋了 一路這樣擠進去 大家看又要去 右上角那個圖就是 從下車以後 一路要走進去走多久 出動多少 幾百個人這樣把他包著 蔡爸上去 其他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這麼多 你說蔡總統 如果沒有特勤為安的話 人氣會不會這麼高 以現在來講 我也就是 我覺得可能也沒那麼多 他應該也會很多人 下去跟大家握手 可是不會多成這樣 因為目前韓國瑜是一個Fu 這是王清明院長 去上香的畫面 這是王清明院長 出來跟信眾大家揮手的畫面 王院長有講 他說他聽到了 他聽到有人喊他總統好 跟王總統 所以他講說 這是很美又真實的夢 所以他堅持要參選 他也藉著這一次 再跟大家強調 民進黨有民進黨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蔡賴佩 花媽還是希望能夠促成 是協調還是延長 或是怎麼樣 最近有個媒體講說 蔡總統說 我沒有辦法跟賴院長辯論 總統發言人也講說 這個內容不實 就是不完全符合事實 等一下再談那一部分 所以看起來賴清德跟蔡英文 我們要合很難 可是另外一方面 王進平要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更難 王進平院長基本上 一億個鐘傳透 而且最近 王進平院長的辦公室 招逼買馬 還在不斷的吸引心血 包含了小編 或者是隨行的這些 能夠發新聞稿的這些年輕的 這些工作人 還在擴片中 所以王院長是完真的 王院長他講說 這個美夢一定能夠成真 他說王總統是很美的夢 王總統是很美的夢 也很真實的夢 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一定可以美夢成真 所以就重申他參選到底 剛剛我們講到這裡 民進黨的初選可能會延後 就是有人在提議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再做協調 很想我們問志豪 對 志豪可能更懂 國民黨現在也講 原本的計畫 4月3號 4月5號 4月10號 4月17號 這個流程 我一下你又記那麼清楚 對 4月3號那一天 就是整個破局的開始 那個金字塔的右下角 被拿走以後不來以為 只是拳一腳 沒有想到整個都崩掉了 4月3號當吳主席跟大家說 那麼我跟韓國瑜 4月5號要見面之後 韓國瑜就說我很忙 抱歉 沒時間 所以4月5號 沒有見到韓國瑜之後 7號 8號的朱立倫跟王金平 也就跟著崩了 所以整個國民黨的 在4月10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原本是要討論 這個總統初選的一些 細節跟辦法 辦法大致上是有 只是有一些討論細節 中常會要跟中常會討論 這個可能現在要往後延 大家跟人家說 談不出這個結果 然後4月17號要貼出 初選的公告辦法的這個事情 現在看起來99%不會成 因為韓國瑜說 我4月18才要再跟 吳敦義主席見 所以既然我還沒跟你見 我就把他往後延 所以這整個事情又往後延 往後延延到4月18號在見面 4月17沒有公告 4月18韓國瑜會不會又延 他會不會又跟你講說 你還沒有出錢辦法 王院長也還說他要選到底 然後朱立倫市長也還在努力跑 還在那邊 又回到原點 對 所以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他未必就馬上會去跟吳敦義談 然後就談出結果 關在佩倫從往前看 過年之後 在一位阿輝師的預言之下 說韓國瑜選總統 之後陳輝文學長 所以就越來越多人 就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韓國瑜可以選 那個話題上來以後 就發現說韓國瑜 他從去大陸之前講說回來再講 去馬來西亞之前也是這樣講 然後大陸現在回來 就講說去美國又回來再講 美國回來以後 5月份我要去市議會備詢 議會備詢結束以後再講 他繼續往後退 趕快去日本安排一下 回來再講 所以現在變成說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這些黨內的規則 都必須要為了韓國瑜的改變 可是我也必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韓國瑜這樣的做法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認為說 你要嘛就像沈大佬 就一直認為說 你就去領表就好了 可是韓國瑜此刻的領表 其實說實在很難去面對 大家講王金平院長 其實不是在取消王院長或是怎麼 王院長他很堅持 他真的要選 這不能講他最後一戰 可是最重要的一戰 他就是要選總統 而且跟你講清楚 我做好準備了 大家都覺得王院長 應該只是一開始 只是想要院長的位置 沒有 現在看起來知道他不是的 對於王院長來講 他是真的覺得他可以贏 因為他這一次的操盤15個縣市 他基本上過半 他都有實質的去幫忙 他認為他可以贏 第二個就是他覺得這次的選舉 不同以往 不是市長是議員 而是選立委 立委他最熟 所以這73個區域立委的選區 大家沒沒咬咬 有很多地方重疊 可能有很多人要競爭的 都找他協調 調和抵耐的情況之下 他結合立委就要去選 立委也要過半 總統也要過半 所以當然都可以贏 而且我只要當四年 之後就交給韓國瑜 所以韓粉們支持我吧 所以王院長在不退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 他也找不到一個破口 我今天怎麼樣去讓王院長不高興 你說讓王院長不高興也沒什麼 反正大家終究要翻臉 很想知道 韓國瑜他今天如果說 朱立倫也有朱粉 王近平也有王粉 雖然他的人數 可能沒有現在的韓粉多 一旦這兩個勢力出走 那也很難講 民進黨最後可能 說不定還有人在講蔡柯佩 蔡英文如果佩柯文哲的話 你也不容小覷 他也有一股很強的勢力 年輕人也會喜歡等等 所以韓國瑜現在的做法 其實這樣看起來是讓大家就是 皇帝不及及此太奸 可是說實在的 他也沒有其他的做法 他現在就是只能先做好試證 從這一次的 大甲鎮南宮的這個媽祖看起來 從剛剛的畫面 跟這個實際的情形的話 他的人氣目前是最高 這一點是確定